大家好 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說你的拉鍊頭掉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呢 其實還蠻簡單的 你就是把看你的那個拉鍊頭 看你的拉鍊頭 拉鍊頭看他是裝在哪一邊的 然後你就拿起來看一下 那你的頭是裝在這一邊的 那你就拿起這一邊 這邊 然後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擋片 擋片的下來這裡 下面一個那個拉鍊的牙齒 然後你就拿著 我是拿那個尖嘴鞋就把它挑起來 欸還蠻好笑的 挑起來這樣有一個缺口 缺口的話你就把拉鍊頭這樣子 放進去 因為是這一邊我會覺得有點 可以可以 不太有種 應該是我手勢錯 你就把它拉鍊頭然後放進去 然後最好的話呢就是 你的拉鍊頭掉的時候呢 拿你的拉鍊頭 然後去那個手工一瓶航店 然後就是去跟他說你要買這種拉鍊頭 因為有時候拉鍊頭的那個大小尺寸會不一樣 然後再加一些拉鍊頭 用來不知道